多伦多首席一官迪惠娜表示 按其他地区所见情形 新冠疫情在多伦多卷土重来乃无可避免 是否公布了应对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的计划 据报道迪惠娜周一在世乡记者会上表示 多时各地学校将重开 大多数人口对病毒没有免疫 按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看 疫情毫无疑问会在多伦多复燃 即使是作为防疫典范的新西兰 目前也要动员起来对付不断出现的病例 迪惠娜引用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中心所指 疫情可能以三种形式捐土重来 一是连串小波疫情在2021年持续出现 最终逐渐消失 二是一大波疫情在秋季或冬季出现 之后再由小波疫情尾随 情况类似1918至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 三是疫情焖烧缓慢传播 没有明显发病浪潮 迪惠娜指目前没有人能预测 本国未来的反弹到底是哪一种情况 但多士必须对于病例随着学校重开而增多做好准备 他认为新冠肺炎在短期内不可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 明春以前不能指望有疫苗问世 在此之前 多伦多必须找到与新冠疫情一起共存的方法 多士应对第二波疫情的方案 也针对了几种加强情况 采取了相关措施 比如如持牌托儿所需再关闭 将继续为前线紧急必要服务行业的家长开设免费托儿所 但省府必须继续给予资助 特别要稳定长期护理中心的人手 允许指定的必要人员进入护理中心帮助住客 如公园设施需再关闭 市府会迅速缩小核心服务的范围 为应对弱势人口的紧急社会服务需求 多士将调整设施 设立食品分发点 扩大庇护所的系统 由警队和多士九个部门组成的复利综合执法队 包括市府牌照及标准复利执法人员 会将执法焦点集中在新冠相关的法律法规上 市府庇护所支持及房屋管理部门将保护无家者 在致力长期解决方案的同时 会在庇护所内采取保持安全距离等抗议措施 在天气变冷后 会增开冬季床位 加强街头巡逻 帮助露宿者前往庇护所 或移到室内避寒 市府也计划在严寒警报的日子内 开设临时取暖中心 根据多市社区协调计划 400多间社区机构的市政员工 将协调支持弱势社区 TTC也会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服务规模 聚焦于保障人流较高的公共汽车线路服务 并在全系统内继续执行已有的健康和安全措施 中文字幕提供